我太太的家乡也在奔增 大家经过这些比较郊外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年了的有种树 它都很高了 YT的朋友 你看是不是跟你的家乡有点相似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种感觉 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人生最重要是要过得快乐 有健康 可以拥有更多时间给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生活就很有意义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梦想还没有实现的话 那么老师的看法是重新研究一下你找生活的方式 因为并不是你的专业不好还是什么东西 可能你的要求在你目前做的东西不能够实现 因为刚才没有做这些你不知道 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做了五年十年 好像你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够达到 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自己就没有时间运动也没有时间陪家人 也没有办法回家乡去见父母 也没有时间给孩子 全部交给保姆等等 这时候呢你就可能要做一些重新计划了 好 现在讲路两遍就是马来亚新村的地方 你看这个屋子的这个样子大概就知道了 今天是星期三这个时间的大概几点呢 OK 两点二十 所以这个时间之车辆并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因为很多都上班了 OK 本身有很出名的银吞面 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吃的 因为他们的营业时间我也不太肯定 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变化无常 OK 好 现在这个路都比较宽了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 我在认识我的女朋友的时候 我当时的女朋友的时候呢 我来认证这个路是比较窄的 比较窄的 路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好 你看路边两边还种的树都蛮整齐的 蛮漂亮一下 都好好去欣赏一下这个景色也是蛮不错的 这个天空 这个天气 这个阳光也是非常 什么普照的蛤 阳光普照蛤 这也是时候意思 这里呢 在前方有一个路口呢 就是叫做巴里斯兰沃 巴里斯兰沃是一条新的 那边有个新路呢 可以给我们去这个奔增的 那么我今天就不走这个内路了 我走这个大路 让大家看看一下 直接去奔增的这个感觉哈 不然的话呢 我通常在这边就转右了 就去巴里斯兰沃 然后从那边去巴里斯兰沃 就缩短一些路程 这边旁边呢 是工厂了 一些工厂 分针呢 是在马来西亚的半岛的西部 所以现在我从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 往西边走啊 对 太阳现在在西边 所以有点多阳光 可以照到我们的这个眼睛 这样子哈 所以向西边走 所以 这些已经是下午 最近三点了嘛 哇 今天的天气很好 所以这个 录制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这个效果应该是很好了 我回去简介一下 给大家 享受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哈 所以这个右手边呢 也是一些工厂 就是这样哈 一段一段这样子的 而巴里斯去过 从南马最南端 去到北马 这个东海岸啊 就是 季兰丹的最北部哈 那么也看到很多地方 都是很 很类似啦 不过是每个地方就是 他们有一些些 不一样的文化方式哈 建筑有些不太一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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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us 以刑 哈